台湾台酒公司出手相助 买家被中共拒于门外的立陶宛蓝母酒 将在2月1号以新台币600元销售 不过随后陆媒却报书 大陆媒平卖人民币31元 到了台湾137元 艺人柯宇伦也在Facebook发文 换算了欧洲跟香港的价钱 并说有人开始带风向 不要当资讯落差的文盲 底下网友也纷纷留言力挺 有情无价一定要去买一瓶知识 还有网友写道 人家在我们需要时送我们一堆疫苗 大家互相雪中送炭很好啊 我们只怕不够卖 不怕卖不完 当他们缺口罩 我们送他们口罩 当我们缺疫苗 他们送我们疫苗 我想两国之间的互义的关系 这么个良好 那他们现在他们这批货 没办法上去 那我们得排除义务贩物 把他全买下来 很多的一些台湾民众 其实最主要都是希望可以用 任何可以用购买的这种方式 来去乡亲立陶宛 从口罩 疫苗 巧克力 再到历经海上漂流 超过108天的立陶宛 深色莱姆酒 因为台九的出手相助 让台湾跟立陶宛两国的关系 再进一步升稳 新唐人雅帝电视 之前李洆珍 赵婷玉 台湾台北采访报导